被好友點名拍攝洗手教學影片 她是載載周宇明的太太女星郁紅淵 差點就不能在臉書分享更多日常生活 因為繼日前夫妻倆被保險經紀人詐騙超過3000萬後 社群軟體也遭害 郁紅淵在終於拿回帳號後透露 臉書被侵入WhatsApp也被停用 官方回應是因為號碼被大量檢舉 讓她擔心有人因此被非本人發送的訊息騷擾 我就在那麼大的一個電視裡面 然後就偷偷的把它轉到我的那個 然後她就說這個是你嗎 我說嗯 這是我啊 爸爸年輕的時候 然後頭髮留很長 那時候我們是什麼團體 這是誰誰誰 她就說好了 那我可以看那個了嗎 周宇明7月公開露面 談了不少與家人的相處日常 即便兩人在社群上較少分享家庭 就怕有人透過帳號為非作膽 郁紅淵也緊急報警 有藝人被詐騙 也有藝人涉及詐騙 同樣跟金錢有關 藝人楊壽慧13號開直播 馬上湧入粉絲觀看 因為她在團體台一線成員阿文的貼文下 竟然突然開轟 不僅爆粗口 還說阿文不配講飲水私圓這句話 炮轟噁心 因為她看到人就借錢 更透露阿文曾經承認 喝醉後有跟粉絲借錢 阿兩位秀的姐來了 我批 我批 你脆來拉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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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合作歌曲拍MV 臉書上也能常見到 楊秀慧跟阿文的合照 如今上市反目成仇 楊秀慧上個月曾發文 很多人利用粉絲偏愛 於去與求 甚至有的是年老婆婆 爆料有人疑似想要騙粉絲前 也讓不少網友把兩件事聯想在一起 猜測是否在講同一個人 TV的新聞中一輪巡視台北風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